嗨 大家好 今天我們也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我要帶大家去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所以咧 是要去哪裡 身為一個老闆 我們要帶給員工就是未來 以前那個地方你們應該膩了吧 快了 快了 快膩了 所以現在人越來越多了吧 我們的拍攝的場景也偶爾要換一下地方 所以今天是一個重大的決定 所以你買了 我們做工業的人不好貸款 所以是用租的 不是 我們用租的 那何必要裝潢呢 還是哪個千金的入贅禮 是不是 你覺得哪個千金比較有可能 上市的LISA 工具 對對對 這個美金比較揮霍 不錯啊 現在美金算很奇怪了 所以直接一棟房子 對 反而算也蠻有機會的 爽 沒有 不是 這些都不是重點 好 重點是那個新的地方 長大以後在那邊一起工作的時候 風景好 視野廣 它那個地方又夠清幽 而除了以上種種優點之外呢 它的戶外環境非常之漂亮 每一個人在那邊看到一定會覺得非常喜歡 不知道 可是你看 現在烏雲密布 感覺大雨僵致耶 不怕 我有防水鞋 但你現在身體全濕耶 不怕 我有防水鞋 但你衣服都是濕的啊 我只是忘了帶傘 我有防水鞋 VTEC 2022全新系列 使用透氣網布材質 並以多層次色調拼接 打造新穎的視覺 這是一雙防水鞋 經過五萬次測試 不進水的防水鞋 重點不悶 而且可以迅速排掉焊氣 而且穿起來非常輕盈喔 不一樣耶 十二大特色 不用擔心出門要穿哪一雙鞋 不管是會下雨或不會下雨 一雙最夠 超實用 全新系列使用全新鞋底 升級版鞋鏈 讓你有更舒適的腳感體驗 全家取貨一雙鞋底 事物優惠碼 IM88再講889 嗨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新家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家這個奢華的裝潢 你懂什麼叫國王辦的裝潢嗎 這什麼都沒有 好 讓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的新家 你可以從這個擺設可以看得出來 我公司的同事已經開始霸佔了我的廚房 然後大家有沒有觀察到一件事情 我沒有開燈 欸 我有開燈 現在是五點 所以這邊的採光非常好 我有用幾個要求去開始刪去我的房子的選擇 廁所都一定要有窗戶 採框跟通風要非常好 風水好的地方 一定通風就會好 這裡呢 這裡就是被我同事霸佔的廚房 他這都是做好的 然後冰箱 送的 這些裡面都裝潢 也是送的 然後這些送的 大家在看房子的時候可以去核算一下 就是說 你一定買房子會有一個費用 你重新再請室內設計師設計 然後重新再做 又會有另外一筆費用 所以說我的方式就是用 整體回推逆降工程法 就是我的這個家最後想要什麼樣子 然後我把這些從這邊顧運去 他們這間建設公司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們都把很多的小細節都做得很好 我要帶大家看我的散意間 整線喔 來看 哇 正當的耶 正當的耶 我告訴你這不是我正的耶 這已經假的耶 因為我媽媽比較沒那麼高 我爸比較高 所以你媽媽130公分嗎 怎麼可能 你還要講話 很秋耶 我沒出過社會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我嚇死了 來再看大家看我的房間 好 然後這就是樓中樓啦 這樓層是很重要的 樓下有房間嘛 然後樓上也有房間 然後一樣採光非常的好 那也有可能 未來有一天 不知道是哪一個千斤 回來跟我們共租這個房子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欸對 冷氣呢 結果你看上面 它連冷氣都穿好了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衣帽間 然後這個裡面有可能 擋板要拆掉了 因為工作服比較長 來 廁所 這我剛用過的衛生紙 廁所我覺得它很貼心的 在這裡 什麼意思 加熱 我現在已經開始覺得 這邊開始熱了 冬天的時候 你洗澡了 你就會 光著身體在這邊 你就不會這麼 這麼 這麼冷 然後 幹嘛開一球 這裡就是我的 小浴室 其實我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幹 然後飯店 然後浴缸又很大 其實兩個人是 沒有問題的那種 幹 然後這個是我的 書房 然後這外面有個很大的陽台 你知道這個在台北 這個陽台 住金可能一個月賺一萬塊 我看那個台北租那個 陽台幹 然後給你放張床 要租你一萬塊 超扯淡 你那邊有水管啊 加一個馬桶就在租一月 沒有我們是正當生意人 我租五千就好 然後這就是客房 要來我家玩的時候 大家就說可以 一個簡單的床 然後裡面是套房這樣子 很簡單 然後但是也很不錯 然後一樣還是有一個對外的窗戶 有沒有 浴室通風 我跟你講超重要 你有聽到這個隔音的差別 有 你看這個旁邊 你看每一間都有這個 就它每一間都挖好了 就挖好一個洞 然後讓你放 對不對 要不要我租你 有浴室嗎 不要 我開始回到資本主義了 然後我想說可能到時候狗 狗就可以養在這裡 對這棟大樓是對小狗很友善的一棟大樓 你看這是鞋櫃 然後它的上面喔 有一個透氣孔 它不會讓那個鞋子悶在裡面 你知道它上面是有做 就是讓它做循環空氣的 你說吹進室內嗎 不吹進室內 他在旁邊過濾 因為整個事情都搞錯了 你看這個Rick的椅子 我已經帶過來了 我已經帶過來了 因為Rick是我們多年的好朋友 Rick就是阿嬤想想攤裡面那個 讓阿嬤用三代的那個 那椅子很棒 然後這電箱 你看這個 滿滿的系統 而且它都貼得好好的 好正奇喔 我爸以前都要自己修水電 然後他有一些那個房客要 有租給人家嘛 三天兩頭 乾媽媽這個壞那個壞 然後全部都是我爸一個人在修 你之前是不是有去看過幾家 然後他們店都亂簽 然後那個電箱超可怕 我們之前有看過那個中古屋的 他那個店都亂接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想說 我還要整理他的電線 我要把他的老電線 全部拉出來 五天兩個師傅一對手 然後大概花多少錢 然後算一算一錢 算了 但我們沒有說老屋不好喔 老屋有他的好跟不好啦 我是覺得不好啦 反正他就是儲物空間 本來就已經放了不少 這也怪怪的 也沒有人 我剛剛前幾天 我想說就直接把它弄掉 我剛剛少看了一個房間對不對 還無所謂啦 反正就這樣 四個房間 四個廁所 一個廚房 然後我的客廳 這客廳可以放電視牆的地方 歡迎那個Sony還是 那個LG 還是神送 可以賺我一個大電視 雖然他裝潢了很多很棒的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要開始想說 我要怎麼樣開始做家具的規劃還有系統櫃 所以一個好的室內設計應該怎麼做呢 雖然我們也有幫很多人規劃過 暗場商場或者是一些室內設計啊 但是我的室內設計絕對沒有我弟弟做了這麼多 想到我弟弟你一定是想到說 為什麼之前我們的酒吧沒有開了呢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就請了一個店長 不是店長的問題 最後就開始這個疫情就一直連續已經幹兩年了 我們頻道才做剛三年 也發現了那個 原本我們要規劃的那個地方的產權有一點問題 我不想要因為別人的糾紛 然後造成我的困擾 所以我們就決定付了那個店長幾個月的薪水 然後我跟我弟討論完 然後我們就決定說 換一個比較單純的地方再開 我很痛啊 怎麼樣才能夠好好的了解這個家呢 沒錯 不愧是跟了我們多年的好同事 我就想說 何不就在這裡好好的規劃呢 所以我就決定買床 好所以我們今天來的重點是什麼呢 丈量 我們要量我的房間到底是要用 一般standard的尺寸 還是queen size的尺寸 還是queen size的尺寸 所以再過兩天 這個床就會送來了 那我們就立刻來去後天吧 這個底座的部分 旁邊是石木外的 它中間用的是方法 中間比較需要長的長遠 要翻走震動 通常比較容易會從中間開始 但是如果你四邊全部都是用金屬 那你腳碰到的時候就有點 很容易 那有客人在旁邊說 在旁邊看他有 那 那個 是吧 你覺得怎麼會用 對 就只是把螺絲收集 好 對 對 那這個角度你知道什麼 就是不讓你照到牌子 因為這不是我的片段 而且腳細部的片段 我今天在那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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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錄影 他想說你這把艾索 我都給你刷了 對 對 試一下 好 我怎麼想會沒說解 我是不可能 沒事情 不過他很 確實真的在每一刻解 這個double trick 你有去試彈過嗎 沒有 你沒有去 他們台中有那個 實體店 在西七 西七 為什麼你也知道 你該不是老闆 沒有 他們還沒有 我開啟營業的東西是我近的 哦 你還沒開啟營業的東西是你近的 對對對 你該不會是老闆的兒子 沒有沒有沒有 我也希望我是老闆的兒子 那你不要當我兒子 他旁邊有貼那個 陽光站的那個消音店 對 因為他 他不管會做得比較小 可以弄進去 還會平衣管彎 對對對 他會靠出照片 這是一個亮相設計上面的一個小小事 因為你如果全部都做得太長 你看你主工的師傅你會癢 而且你做得全部都太合了 有時候有的工廠 我經過很多工廠的架工 因為他不適合金屬的那個機密架工 但是他想過這個方法就是 可能又可以讓你床在運動的時候 在運錯的時候 然後不會產生就是 一定老怪的 我知道 然後又可以 反窗 你是不是有要安床嗎 安床是這樣 就是按十層 反床反正或放床之類 哦 哦 對有些家庭 可能老人家 會要 我看起來應該 不像老人家 對有些年輕人 通常是搬新家跟 還會需要 你同事有在當廟棚嗎 好像有 真的喔 對 我就說我同事有 沒有 我想說你是不是可以跟我加這紅包 然後到時候可以幫我做儀式 那我們就再等到兩個人即時了之後 我們再好好玩 可是我們現在先是睡個方便 你看 他連 他的這個說明書 他都畫得很可愛 貓狗可以睡在上面 但是鏡子在上面開啪 因為棉洞舞其實是一個很細的牌子 當然有一部分是 我覺得我想要買來做一個姿勢之外 我覺得他們的 這些很細節的小質感的設定 都做得很好 然後很可愛 而且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說 他是因為他能夠 在網路上讓你試躺 然後一百天出 躺到就是你真的覺得 幹這床很爛 萬別的話特地去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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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人就是他對自己公司 很有致敬 然後覺得你可以拆拆看 開箱或者是試睡感想 上傳到聯署 IGPEE 部落格 可以折抵 300塊錢的折價去量 我們來看一下別人家裡面的 棉豆腐都長什麼樣 說不定 這是一個展開大家聊天話題好不好 你家裡用棉豆腐 我家也是耶 你要不要來我家躺開我家的棉豆腐 跟你家的棉豆腐怎麼不一樣 這些東西是這樣 比較多想像一點 我家有棉豆腐 我家裡也有棉豆腐 唉 你看 這個是我們家的床墊 我覺得外表好看外 家具的擺放就是一種 讓你感受生活品味的另外一個方法 我選的啦 是旁邊這個 有腳邊的 還有做一個M型的腳的支撐 然後 兩千顆獨立桶 大家都獨立桶的桶 沒有聽過這個名詞今天第一次聽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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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騙真心不騙 獨立桶喔 它不是真的桶在裡面 它是用剛剛是經過熱處理的桶花 然後把它包在 棉質的原型什麼桶裡面 所以其實床墊的生產 它是一個 非常困難的工業技術 而且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人一天當中 最常相處的工具 你知道嗎 就是床嗎 就是床 因為你一天 睡八個小時 表示說 你一天裡面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床上 床是真的是 除了當外觀重要之外 我覺得它是 你要選一個就是 你的身體適合的床 床又很貴的嘛 也有很便宜的 也有像地板 也有像我們在工地睡那個指板床 依照師傅的等級 層數越多 觸控一層 師傅幾三層 那學徒 學徒 中午的時候就是正宏 幫人家買飲料 學徒睡不睡 沒有啦 現在實在不一樣 我說是我以前啦 我以前 這都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其實我們今天的重點 重點是我要怎麼樣 好好的反射這個家裡 但是 我這個人又不想要 浪費時間 就是一直在那邊 敞勘啊 兩邊一來一去 所以最後我的決定就是 我先買一張床 不安客人 你們就來這邊 工作上班的時候 玩的時候 我就敞在床上 大家好好想一想 醒來之後 感受一下這個氛圍 然後我再躺上去 然後再睡一下 然後醒來之後再想一想 啊 我的客廳應該怎麼複製呢 然後想一想之後 然後再躺下去 然後醒來之後再想 最後跟大家分享 我買的是QueenScience 我覺得買到太大的時候 你出差有時候 去到一個地方 你睡習慣了 你會覺得床太小了 但是你買太小的時候 有時候反正就不舒服 而且有時候 你旁邊需要找個人 一起睡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小擁擠 因為夏天很熱 然後呢 通常有很多床 它除了自身力量很好之外 就是 你躺上來的時候 你會很放鬆 然後你在30秒內 就可以讓你馬上睡著 你睡著 不是阿真的睡著 加個片 快點 快點 起來 趕快 趕快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